老外也会做一些各种各样的高温实验 只见老外准备了许多铜管 把铜管放进熔炉当中加热过了一段时间 当再一次把熔炉打开的时候 发现里面的铜管都已经融化变成液体了 不仅仅是金属会这样 就算是玻璃也会融化 只见老外准备了几个玻璃杯 此时熔炉当中已经被烧得通红 接下来把玻璃杯放进了熔炉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加热 本来原型的杯口现在已经变得很变了 慢慢的玻璃杯也已经融化了 全都粘在了一块 估计再加热一段时间 这些玻璃就变成液体了 也不知道小伙又从哪里找来了一些游戏壁 感觉这些游戏壁实在是没什么用 于是又把这些游戏壁放在了干锅当中 把干锅放进了熔炉里 慢慢的干锅已经被烧得通红 里面的一些游戏壁也都慢慢的融化了 这些都是铝质的游戏壁 熔点并不是很高 看起来就像是冰块化成水一样 接下来老外在里面搅拌了一下 发现里面的游戏壁全都变成了液体 接下来把融化的铝水倒了进去 在木区当中冷却之后 就变成了两个很大的铝块 当然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行为啊 避免发生危险 这种行为是冰块化成型的游戏壁 就像是冰块化成型的游戏壁